第十三章第四十四节 英国好象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缓缓起起地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天国好象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货重价的珠子 便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货珠子 所以我们在整个分享当中 采纳了一个新的观点与角度 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人类历史当中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如果以他们的观点去看的话 这件事就很清楚很明朗 但是如果以我们的观点去看 那件事反而更加混淆 为什么呢? 因为就像我过去跟大家去分享 我自己的见证 我自己的自传 就像我当年提到 对于一个旁来说 那粒珍珠是什么? 明白吗? 对于有钱人来说 它是重价的珠子 变卖一切 但是问题是 我们去理解了有钱人 但是我们有没有理解 究竟对于这个旁来说 那粒珍珠是什么? 是前所未有那么大的痛苦 为什么? 因为珍珠对于一个旁来说 是移物 是进了一粒砂 而进了一粒石 而这粒石导致它痛的情况下 它不断分泌一些东西 包着这粒石 而慢慢改变它里面的质素 然后包着它变得越来越圆滑 越来越像圆形 它就没有那么痛 但是如果这粒是举世无双那么大的珍珠 那你会不会觉得 对于这个去承担举世无匹那么大的珍珠 的旁来说 它是在经历举世无匹那么大的磨练和痛苦呢? 所以你明明那旁来说 它不知道自己是重价珍珠 它直接是不知道 它只是痛苦 但在这个痛苦当中 它夸胜它 明白吗? 对于这个人来说 我要买这个重价珍珠 很难得全世界没有的 我要变密所有去买 我们知道从一个有钱都会看这个故事 但如果从一个旁去看这个故事 这个旁根本只是知道 自己是面对人世间当中最大的痛苦 它面对它自己在旁类当中最大的痛苦 因为没有旁面对它那么大的痛苦 也没有旁面对那么大粒石头 而导致没有旁可以像它那样 结出那么大粒珍珠 所以从我们看这件事件当中 其实鼎姊妹在石岸 你就看了两个故事 为什么? 你看到旁边的故事 OK 痛苦 哪个珍惜 是不是? 哪个珍惜 OK 但问题在我们看十黄来说 它很明显 看香港发生这件事 是一个非常重价的珠子造成 所以你看到香港最有名的东方蜘蛛 跟着珠海 我们整个珠海大桥 全部都是珍珠的珠 不是肥珠的珠 而实际上 当你理解了这么多历史 你知道日本去攻打香港的时候 根本全部是计划之内 十黄之道有三皇会背叛 并且已经预备定一个 偷襲珍珠说这个故事 让他吃这个Atomic Boy 或者Little Boy的原子弹 你就会明白 现在我们所说的故事 是多么龐大 但如果你要尝试用两个观点去看 你就会突然明白所有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两个过程的真实性 是很真的 为什么? 首先我们现在知道 就是从十黄去看 它是知道有个珠子 将来会孕育成功的 好吗? 我们知道了 但问题就是 所以他们的预知是不奇怪的 为什么? 就像养猪的人士 特意放一些小石子 在一些旁 或者一些大的蚝 里面 将来能够收集珍珠 所以有养猪场这些行业 所以对于养猪场来说 这些珍珠 将来会承认它指定的时间 它越大的蚝 越健康的蚝 是养得越漂亮越大的珍珠 不同品种的蚝 会产生到一些偏蓝 偏红 偏黑的珍珠 所以真的 有偏红的珍珠 有叫黑珍珠 真的有的 要看那只蚝 如何建立出来 所以对于一个养猪的人 其实它是了解了将来 指定时间当中 这只蚝能够出现的重价珠 或者是廉价珠 是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对于一个真的做这些行的人 但是对于这只蚝就盲类类了 就真的不知道了 OK 所以现在我们理解了 为什么十皇神 让他成为一个 像是买珠子的人 去寻找宝贝的人 而让他有没有寻找到 他们一定有寻找到 因为按照《但以理书》 给我们知道 第八章 就说到他们是寻找到 在玄美之地去寻找到 而改变了人类历史 变成了 将三寿混合了 变成了第四寿 而实际上好像《但以理》所说的 根本就是没有人能够得 这就是第四寿 即是没有这样的角度 能够得这就是第四寿 而按照第四寿 这个故事 和《尼布加尼撒王》 所发的这麽大的象 而到最后这个象的脚 是被一个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 去打碎的话 让我们知道 今天人世间 由《尼布加尼撒王》 即是《巴比伦王》 去到我们现在世界结束 是只有四个王国 没有了 即是不会有八个 九十几个 然后中间又有弹多个 没有的 全部都是只有四个 四个里面已经包了 由《罗马》 直到跟着之后 所产生的东西《罗马》 再产生的十个王国 再产生里面 弹出来的 在世纪墓日的基督 都是在神眼中看来一正体 不单止在《但以理书》 所说的 启示录 可以一次证明 这个是这样的 是应该这样看的 当我们这样理解 我们就知道 现在真的 整个故事当中 原来我们可以从两个观点去看 一边是《十王》预备这颗珠子 但另一边就是这个珠子的故事 这个珠子的故事就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 它是将它自己的美好 去包裹这个本来一路成为伤痕的一件事 但在圣经里面 我们知道珍珠是在说什么呢 是在说教会是怎样去形成 在说教会是怎样在神所给他的恩典下 他单身了一个在生命上的回应 OK 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按着这个观点去看的话 即使就能'S王 即使是连国城 他不是在说石安教会 即使也不是在说教会 即使是我们 港版2011年至2016年所说的fly 或者到此刻 你就会觉得快乐 一直在说因为 如果一点esen 但是而不是在说 zwischen racian大便 而不是在说明哪 但是在说的是某天息 这种讯息 ところ不是在说明哪 其它分别 就大了 因为弟兄姊妹 其实我现在讲自传讲到现在 其实尤其是在天马座行动 让我真的以一个旁的身份 去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你知道吗 其实弟兄姊妹 我们尝试看究竟教会界 经过马丁路德之后 去到现在 又或者经过主耶稣基督 升天之后2000年 去到现在教会界变成什么呢 就好像主耶稣基督用鞭去说 这些买牛羊甲子的人 现在充满拆窝的 你会看到教会界 根本个人都在讲唱歌的 就靠板碎生活 是不是很出名的 个个都已经成为偶像 台湾又做 美国又做 欧洲又做 个个都跨着赚钱 个个跨着出名 个个跨着就是说 有这么多见证就懂得这么多见证 但最重要的是 钱就有这么多赚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些 所谓基督教的女歌星 由Santi Patti 很出名的Amy Grant 拿了很多这些唱歌的奖 或者是男的 这些基督教歌手 到最后不是犯奸淫 要么是同性戀 要么是直成纵风格 去准侵犯的小孩子 什么新闻都有 说真的 过去30年当中 我自己本身很留意基督教的 这些歌者 但看两看就知道 这个人将来收工了 所以通常我都会只听这些人 他没跌到之前的歌 跌到之后就真的不用想了 因为全部都是想着赚钱 板碎 但你很容易看到 他们的内心变化 但这个比我们理解了 整个教会界去到现代 是越来越污秽的 越来越污秽到一个阶段 他们已经变成什么呢 变成每一样的真理 都是为了自私自利底下 而强解他 或者甚至行真理 都是为了得利的门径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们去侍奉 他们不是强调侍奉的心态和内涵 他们是侍奉能够赚钱的技术 以及技艺 明白吗? 换句话说 他们会穿得有这么暴露得这么暴露 我说的是基督徒 有这么暴露得这么暴露 他们有这么熟悉得这么熟悉 他们有这么妥协得这么妥协 他们不是去说说 让人知道神的形象是怎样 他是将自己贬低到 变成外邦人的形象 为了跟一些三教九流的人沟通 所以你会看到最近最出名的 新加坡康希木斯 他的太太就走了这条路 简直他那些歌曲又难听 又真的一塌糊涂 穿的衣服做的每一样东西 你会发觉他像什么? 他像这个世界上的形象 他不是在沟通神的形象 他为了娱乐大家 他根本已经忘记了神是谁 为什么? 原因就是我所说 人是有本事污染到这样的程度 为什么会这样弄出来呢? 原因就是只不过你现在看到 基督教界由马丁路德也好 又再远一点了 二千年前主耶稣的时代 直到今时今日也好 其实一直污染到现在 很多人根本已经不知道神的话是什么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神的话是什么了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四节 天国好象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这条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天国有好象买卖人尋找好珠子 遇见一伙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珠子 生碎年时刻经听我心透透 每日忍到尽让我我跌倒 我到过世间漫漫浪涂 文 цhur明知我心深阴店门 가운데 我会唱歌哎路深ue 向父球门天火告 但只信我在西途上站 databases 找意不退道 我多谢这个星浪 这場的不得意湾 混ử't they you 不得意弄 能 Had some words 但你手不得意 став 和你帮忙 我引遍 勇往耶穌要等生 卻能永遠不以後悔